弟子刚入佛门就碰到了稀奇奇妙的事情 例如能预知未来发生的事情 我很想这些神通 很想有这些神通 但不知道这个想法是否顺于贪心和顺其自然 你学佛有这个能力 这是过去的缘分 这个时候现前 这是一种状况 另外一种状况是模糊你身上 不是你的能力 模借着你的身体 像我们这几天在华严经上就讲的这个事情 那是佛菩萨戒人身体 模也能戒人身体 模要离开你了 你这个能力就完全没有了 如果你要是贪图 希望享有这些神通 这决定不是一个好事情 为什么呢 模的疾病 他先用这种来诱惑你 以后你会上当 你会吃大贵 所以佛法不用神通来做佛事 道理在此地 妖魔鬼怪都能用神通 佛菩萨也用神通 这就是佛跟妖魔鬼怪 没办法辨别了 所以佛有不用 佛讲经教学 讲经教学佛 妖魔鬼怪不行 他没有这个能力 这就很明显区别出来 那是真的那是假的 所以不可以有这个念头 纵然有也不必说 也不必用 你走向正法了 不要走向邪法 这个很重要